那个手感很好 热心社区公益的女士 蔡刘如君和黄爱玲 为了响应美国癌症协会 在6月22日至23日 于盟市举行的南加州 华人抗癌节礼大会 率先为大会进行热身 将他们收藏的名牌手带 服装和饰品 在一间服饰店中举行一卖 前来购物的市民十分踊跃 在众多选择中 细心地一一打凉 试穿并且有丰富的收获 主办人除了把自己的收藏品 拿出来一卖之外 也向他们的亲友募捐 在数天之内便募集到 40多个大大小小的手带 主办人表示 希望可以在抗癌活动中出一份力 让更多人了解抗癌的重要性 我去年我失去了我妈妈 她得到了那个 Pancreatic Tumor 所以这是Maggie Maggie Lee 那时候她来跟我提 说Jini你愿意帮忙 我说好啊 我帮你想办法 帮你做一个fundraising 然后我才想出这个idea 我觉得这个organization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是很有意义 所以我们就 在几天的时间 我们就 放入这个义卖的机构 所以就 很多人参加 也很开心 有这么多人来 跟我们买了很多东西 当日六小时的义卖 共筹得接近 一万五千元的善款 将全数拨捐 美国癌症协会 天下卫视主播李庆文 也是经界南加州 华人抗癌接力大会的主席 希望各界可以踊跃支持活动 在社区内 共同宣扬防癌讯息 我也呼吁大家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特别是在6月22号 我们需要华人 更多认识癌症 然后来防癌抗癌 也谢谢这么多 亲朋好友的支持 希望在6月22号 大家都能够 组织team一起来抗癌 天下卫视记者潘乐文 采访报道